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想要吃 你应该选这个 我好纠结 快你帮我选一个吧 你又选那个 好吧 选好了 我就觉得 就 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一年吧 可能就比较 怎么说呢 这个表情代表着我 这一年的所有表情 OK 主要是还是她可爱 而且我搭档帮我选的 主要我们两个都是两个大眼 她可能觉得我今年比较像她 其他都是小红眼 就是也是过得非常快吧 然后还是有一点 就是 有一点 混乱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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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 混乱 一转眼也到年底了 就是 今年基本上也没几个比赛 可能就年头参加了几个比赛 印象比较深的还是全英嘛 可能 然后我觉得 嗯 一年下来就是一直在训练 然后 中间有一个联赛可能打来这样 我觉得 嗯 没有经历过吧 然后但是对于我们自身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嘛 因为我们两个也是比较需要训练的 所以我觉得 呃 对于明年的奥日会 这还是比较好的吧 嗯 确实时间过得太快了 转眼马上一年 没有比赛了 因为最后一战截止的时候 就是三月份全英的时候嘛 所以也是 我觉得 需要沉淀嘛 纪念一年 给我们训练时间 思考的时间比较多 也是积累的时候 然后到明年比赛的时候 就有一个 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很好的竞争状态 和一个竞技水平吧 嗯 有很多吧 就是从年头包括 期间我们还打了一些模拟赛啊 然后我们两个可能 有表现不好的地方 然后也是在训练中不断的去总结吧 包括训练的时候 我们打训练比赛 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觉得都是比较正常的 然后 包括在厂上 我们的精神面貌的问题啊 包括 其他各种各样一些细节的问题 其实教练也都会指出来 然后我觉得我们只要 乐观地去面对 包括积极地去面对 我觉得都 都还行 嗯 我觉得这些一年可能 对我这个 就是也是去弥补一些不足吧 特别是 也是在一些大赛中体现出了 有时候会容易 年轻期望这种着急的时候 会比较多 然后训练的时候 现在 拿时间来沉淀自己的话 其实对自己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吧 能让自己更加平和一点 然后更加稍微淡定一点 然后再出于比赛的时候 可能面对事情的时候 就不会 就是会 就不会那么钻牛角尖吧也是 嗯 然后在脾气上面的话 也会不会太着急 最难的事情 最难的事情 最难 最难的事情就是没有比赛 就是最难的事情 然后疫情吧 我就挺难的 这疫情其实 改变了很多生活的一些方式吧 就是对每个人来说都挺难的 不是只有我们 可能在社会上面 星期分子 包括一些各行各业 都是非常难的一点 非常困难一点 就是没想到这种时候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只是在这训练 然后把我们保护很好 我们就已经非常幸福了 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就是能够为国家出于打比赛 然后国家同时很保护我们 就是给我们这么好的条件来训练啊 然后我觉得很珍惜吧 因为以前可能没有这么大的感触 就只有这种时候 就是面临这种像这种天灾啊 或者是这种疫情的时候 然后才会体现到人的温暖吧 嗯 因为这次疫情本来也是在我们家乡嘛 我觉得就更对于我们来说 包括因为我们自己家里人也都在那边 然后也是很困难 但是同时能看到国家的强大吧 这也是很幸运的事情 然后包括我们对你们当时 我们也是在英国比赛 也是把我们保护得很好 包括各种的防护措施啊 包括回来的训练啊 然后能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 给我们条件训练 我觉得也是很幸运的事吧 太多了 说的怎么了 说的想哭了 没有没有 就先得就是真的要从上感觉 对这太多了 就是有国才有家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就是非常 先要感谢国家吧 然后才会有家 就是才会 虽然说就是在外漂了很久 但是如果没有国家的话 就没有我们小家 所以也要感谢父母 也挺心疼我们 也富士很多了 然后教练啊 包括领导啊 对我们也是关爱有加 包括身边的朋友啊 然后还有一些 现在可能每一年都会遇到不同的人 然后我觉得遇到不同的贵人也好 然后朋友也好 这种也是需要感恩的吧 感谢遇见了 2021年 特别想做的是什么 特别想打比赛 我刚才说 你就是那个表情 特别想打比赛 没想到一块去 肯定嘛 就只有比赛了 2020年还能干什么 2020年都很想比赛了 憋死我了 我们2021年的目标是要去盘进前四 对 想进前四吧 我这个目标 小目标不能变 然后奥运会 然后就基本上再打好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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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